而且它的外套還戴 對 那個格子跟它原本的也很像 原來的就是在肩膀的部分 是有設計感 但是它因為配了一條 所謂的寬扭仔褲 反而沒有展現出 它的這個商業的部分 所以我延續了它原來這裡面的 這個顏色的格子的衣服 但是我把它選擇的是另外一款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一季很多的 都會在原來的這個衣服上面 多了一些所謂的 對 就是貼布貼片的部分 對 貼布貼片的部分 有沒有看到是一個老衣 然後鏡面眼鏡也當然是這一季 比較重要的元素 然後這件衣服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長版的 但是它這裡旁邊是開叉的 開叉的 所以你可以很輕鬆很自在的 把它當外套也可以 對 把它當外套也可以 其實我們可以打開嗎 可以 我們把它當外套 然後在裡面 我們可以再用原來的這個 我特別找這個顏色 就這一集流行的 所謂的重點的顏色 像這種芥末的顏色 然後帶一點點點東西 跟格子做一點搭配 簡單打一個結 然後我們再用個外套 你好看 原來的外套 在披喔 對 多層 它這樣就很有那種 態度 對 態度 街頭的那種 那種女生 像以前早期中的女生 都是那種什麼 什麼日本元素不良女生有沒有 然後它 但是我們就配上一個 很可愛的一個 可愛的一個 像那個米老鼠 那個頭的那個包包 讓它在整個裡面 會透露出一些趣味感 然後又有潮流感 還有鞋子 你會發現很多的花卉 很多的這部分的花卉 然後層層疊疊在一個 所謂的球鞋的部分 一看大家就覺得 你是潮流界的 好特別 其實很多衣服就可以分別 像要這樣穿 比較街頭 比較隨性 好像沒有很刻意 但是在一些細節出 細節上面 會看到它有特意的打扮